我国确诊病例率创新高 距离解封的日子恐怕遥遥无期 但是如今国家复苏计划下的解封标准 可能将会改变 财政部长东姑扎鲁透露 他已经建议国安会以重症和死亡率 作为解封的标准之一 取代目前以新增病例作为指标的做法 也是国家复苏计划协调部长的扎鲁 昨天接受Astro Awani专访时说 如果未来的病例开始下滑 但是减少的却是轻微症状病例 那么新增病例就不再是一个合适的指标 他举例 英国的四成人口在完成接种后 国内的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就有明显下滑 因此他希望我国在迈入第三阶段的 四成人口接种目标时 可以参考国外的防疫举措 找到更合适的抗疫指标 随着我国有更多人接种疫苗 近期新病例中 无症状或是轻微症状的患者 都占了超过九成 有专家就认为 这代表着疫苗保护网开始奏效 部分国家就以此作为解封标准 不再将目标设定在将病例清零